第十三年 十三年前 李君冲进我家 杀人放火 莫再回头 你想找他们报仇吗 等香儿恢复之后 哼 有看到通缉要发吗 犯贼太师招 自子叙 长安李氏 阿兄使用天书之力救我 才被他们盯上了吗 就拜托你了子叙 到蔡阳找我兄长刘伯生 迪西 散开 你们找谁啊 谁啊 怎么一下子就有人来学头啊 少莫就是一群假货 唯有师兄 才是真正的莫者 哟 是个小伙子呢 在战平临陆林贼岛之后 师兄许诺了太平之事 便不远了 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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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师兄弟 不要冲动 闸门若开 洪水映出 下游死伤数万 这是上古机关术吗 说不定是出自鲁巴大神之手 阿霞 用那个 天下定力 不远了 若不杀他 可以告语我上墓 一千两百条冤魂 啊 到头来 你不也为一己之力 造成生灵毒碳 阿雄一定会把你救回来 不计代价 走 你一个都不能放过 原来 你要找任务者 这机关 似乎比刚才的都很复杂啊 是李军 他们想修复这间机关人 阿雄 天下定力 是个小伙子呢 小战平民陆灵贼党之后 师兄取过了太平治事 也不如他 少莫就是一群假货 唯有师兄 才是真正的莫者 阿兄你看 糟了 香儿 目标就在眼前 必须拼搏一把 这儿风景可真漂亮 这机关有意思 这机关 似乎比刚才的都还复杂呀 这儿处处有浮流 机关却不受湿气影响 都能持续运作 你小子来得正好 老夫正仇没有对手 还请手下留情了 这捉鹿旗呀 讲究的是不举严谨 不可冒进 然后呢 然后呢 阿兄要出门了 阿兄一早就要出门啊 是啊 这次机会难得 接到大人们的委托 带那些大人们进山 上千五百 阿兄若是不接着委托 岂不是傻 阿兄 是不是为了香儿的要钱 阿兄 我们要去哪儿 去山里 抓扶鬼 附近的妖魔是不是变多了 但是别担心 阿兄会好好保护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